索尔鹏和主办方的女记者大跳贴面舞这样的举动 继续说明新年派对实在疯狂 当然要补充的是索尔鹏是被女记者想要获得 还好当时台下的媒体都是正规的娱乐记者们 若是狗仔队索尔鹏不知道又要吃什么亏了 要知道索尔鹏可是曾经是八卦杂志的习义生品呢 而且有时候有一些报道可能会扯到一些 我们身边的人可能不管只是朋友或是家人 像这种时候就会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吧 因为他们有时候不太习惯被媒体报道了 其实我以前也常常会因为一些报道被我妈K吧 我妈就会说搞什么不要再拿家里的事情上报纸 我说关我什么事啊我又没说 混在娱乐圈这么多年索尔鹏就已经早已是神经百战 精力多了心态自然也就放得平了 别人对八卦杂志是厌恶的很 索尔鹏就觉得不用介意 怎么讲呢我觉得他跟艺人之间可能也是一种 大家互惠的一种状态吧 所以我觉得里面东西只要不要太过于瞎扯 瞎编或者是太过于牵涉到隐私 我觉得还是蛮开心能够有一些杂志的存在吧 年底的各种活动各路明星已经到了赶场的地步 昨天出现在新年派对的有黄毅江涵韵金海鑫还有蒋培林 基本上都已经是我们镜头前的常客 如此赶场珍不住明星们自己是怎么看的 其实没有还好不是每天都在赶场 我觉得只不过有时候两天两个活动 然后他们出来的新闻都在一起 年节的时候比较多吧 今年参加也比较多一些 中阳台的晚会啊 一些春节会播的一些节目还比较多 对啊一般这个时候其实都应该要 应该要回去过年了 今年就特别留下来 可能要到年前吧 年前才能回去了 明星就是要秀的 那边点